来看圆明园的考古有了新的进展 随着发掘工作不断地推进大量深埋在地下 百年的珍贵文物出土 包括了瓷器 琉璃 石刻等等 其中仅瓷器的碎片就高达十万片 近期 圆明园启动修复1860项目 将持续对大规模发掘出土的海量文物碎片 进行拼接修复 第一批修复的六件精品瓷器 分别是青柚鼻烟壶 青花八宝万福如意瓷砖 康熙青花龙纹碗 康熙红柚碗 以及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 我们初期选择的这六件 是因为这六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 比如您看到那两件青花的瓷砖 它是在我们的私用斋这个地点出土的 然后还有一件是绣墩 这个是这次绣布比较有特色的一件了 它不是一般的日容器 像盘 碗这样日容器 它是一种作具 这个绣墩是在圆明园的坦坦荡荡 又俗称为金鱼池 这个地方考古出土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六件 一个是气形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文饰非常的精美 而且它出土地点比较明确 文物修复既要保持文物历史真实性 同时还要体现其美学价值 文物修复专家经过分检 清理 粘接 补配 找评 做色 绘文式 上诱 做效果 拍照归档 形成工作日志及评审等步骤 将破碎的文物修复完好 六件文物成品将在圆明园展出 同时进行3D扫描 并收入到圆明园线上数字博物馆 游客将来可在圆明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